第八个问题 十八个问题 弟子从小身体不好 初中时就有众生负在身上 当时没有遇到佛法 总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我现在不管到什么地方 总会遇到众生负身 为什么许多身体不好的人 甚至于到死都没有众生负身 难道别人没有冤情债主吗 冤情债主从理上讲 人人都有 哪个人没有 过去今生 跟多少人都结过月 但是如果那个月不是很重 不是很严重的 大概都不会复生 你要晓得那个复生的灵鬼 他跟你有怨恨 他怨恨的人还多了 他一生当中 难道就是你一个怨恨的人 不可能吗 他一定很多嘛 所以他找人也不是随便找的 必定是有缘分 那么还有一种缘分的时候 并不是有很深的大仇大恨 看到你修行不错 想沾一点光 你也来找你 这个是很多学佛同修都知道 遇到这个事情 给他超度 他赴别人的身 没人给他超度 他赴你 你给他超度 你给他送进 给他回下 他就得利益 所以有很多很多种 不是一类 这个我们都得要搞清楚 所以凡事复生 我们并不会把它看作 是一番坏事情 我们可以邀请他 来给我们一起共修 我们修行好的时候 请他当我们的护法 这都是事实 都是好事情 所以一定要懂得 用佛法来处理 把一切众生 都当作同参道友 都是表达的 这种护法 护法来处理 我订阅 还是那种护法来处理 你每个人都应该 什么护法来处理 我认为 我认为 你大护法来处理